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漏夜报案的彼得华尼兹说 尽管他接获电邮的恐吓 但作为一名专业人士 他绝不会被吓退 他接受马兴圣访问时说 这封恐吓电邮不会打击到他 反之往后在必要时 他仍会前来我国提供专业服务 彼得华尼兹曾经参与 英国已故王妃戴安娜的死亡调查 他与雪兰俄州政府委托的泰国法医普提 在去年11月对赵明福的尸体进行二度验尸 另外彼得华尼兹公正时指出 如果赵明福是在不清醒的情况坠下 身体要出现集中性伤痕是不寻常的 因此坚持赵明福坠下时是清醒的 他在第二天验尸挺公正时说 一般上当一个人不清醒 从高处坠下 其身上的伤痕是不集中的 他说在赵明福个案中 明显的伤痕是集中在脚 臀部 盆骨 胸部及头部 只有在清醒的状况下 脚先着地才会有的伤痕 他也强调 赵明福坠落的姿势明显是脚先着地 再到臀部 之后才到胸部及头部 也知情今天则定5月20号续审 以安排泰国法医普提公证 或继续传照其他证人公证 8-4月 顺便 中文字幕后 订阅 中文字幕后